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她高大帅气 性格开朗 在场子里很受女孩子欢迎 我和小海是老乡 老家都在一个地方 因着这层关系 她处处对我很照顾 让我对她也萌生了爱意 在一次场庆聚餐时 我借着醉意大胆跟她表白 小海吃惊之后是惊喜 她激动地握住我的手 明明 我早就喜欢上你了 只是我家里条件差 怕配不上你 小海家境不好 上面一个哥哥跟着爹妈种地搭点零工 小海说 她哥哥为人木暖老实 见人连话都不说 至今也还没有结婚 她家里现在住的还是五间平房 盖不起楼 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跟你家庭无关 再说 咱有手有脚 勤奋点 还能过不好日子 我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向往 交往之后 我带她回了我家 小海没多久 就赢得了我爸妈的认可 说小伙子很精神 嘴巴甜会来事 关键对我的小脾气很包容 也有上进心 一年多以后 我们回小海的老家结了婚 婚后 五间平房 公婆住两间 我俩住两间 大哥住一间 小海的大哥确实老是木讷 吃饭的时候自个儿端着碗 扒了点菜回他房里吃 见面跟他打招呼 他低着头 哼哼唧唧不看人脸 索性我也不再搭理他 除非有什么要紧事 婚婚对我满意得很 总喜欢带我出去串门 说实话就是显摆 娶了儿媳妇 扬眉吐气了似的 虽然住在一起有诸多不便的地方 但好在一家人都客客气气的 倒也相安无事 那时 我爸在县城工地上承包了点活 让小海跟着去搭把手干点活 学学这方面的经验 我知道 爸爸是想带着小海让我们赚钱的 但没几个月之后 有一天 娘家大伯突然打来电话 焦急地说 明明 你快回家 你妈脚扭伤了 赶紧回来 我还没问清楚怎么回事 大伯电话就惯了 给妈妈打电话也没人接 我心里有些忐忑 暗自嘀咕 扭到脚也不至于电话都不能打吧 焦急地回到家 远远地就看到家门口聚集了左邻右舍 我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不好地预感袭来 眼泪不由自主地就流了下来 我冲到院里寻找妈妈的身影 见妈妈神情恍惚地摊在地上 周围围着亲朋好友 妈 出啥事了 你怎么了 我上前焦急地询问 你 你怕在宫地上触电 过世了 妈妈紧抓住我的手抽气起来 一阵天旋地转 来不及想问 我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时是在医院 小海一个人守着我 对我说 咪咪 你怀孕了 刚一个多月 有流产的迹象 要在医院保胎不宜激动 家里的事由我和长辈们料理 你养好身体才是 我问小海怎么回事 小海说 工地上的吊车挂到高压线了 爸爸去挂推车 结果触电身亡 我嚎啕大哭 挣扎着要去看爸爸 被小汉阻拦 并叫来护士打了针钉剂 爸爸刚五十岁 还没有想到儿女的福就走了 我甚至都没有送他最后一程 我和妈妈抱头痛哭 妈妈强打精神安慰我说 爸爸会理解我 要我别胡思乱想 安心养胎 十月怀胎 我生下一个女孩 家里人都很喜欢 尤其是公公婆婆 一只遗憾没闺女 小海对我也是体贴入微 只要是回到家 就帮着带孩子做家务 渐渐地 我也从爸爸去世的阴影中走出来 享受着初为人母的喜悦 妈妈则在孩子满月后不顾我的阻拦 执意去了外地姑姑那边工作 时间慢慢带走伤痛 日子渐渐归于平静 我很知足 没想到 女儿一岁生日那天中午 一家人等着小海回来吃饭 却等来了她出车祸的消息 下班途中 她骑摩托车 撞到一辆违规停放的大卡车上 满脸鲜血昏死过去 卡车司机见死 汽车跑了 小海在医院抢救三天 最终结果是腰椅下全部失去知觉 瘫痪在床 晴天霹雳 我破一度哭晕过去 公公也大病一场 大哥忙着伺候公婆 我则一边照顾小海 一边打孩子 眼泪已经枯干 还要故作坚强鼓励大家 妈妈从外地赶来 搂着我痛哭 作孽呀 我闺女命苦啊 她爸 你不是最疼咱闺女 你咋不保佑她一家呀 一个多月后小海出院 妈妈又回到外地 孩子由公公婆婆呆 我全心全意照顾小海 我每天给她按摩双腿 伺候大小便 任劳任怨 只怕能有奇迹出现 让我伤心的是 小海性格的转变 沉默寡言 又脾气暴躁 时不时冲我发脾气 她摔了东西 大喊大叫 说她是个废人 让我滚 还自暴自弃 不配合锻炼 我理解她的心情 耐下性子 不断地鼓励她 安慰她 并表明我的态度 会一辈子不离不弃守在她身边 一转眼大半年过去了 小海的腿丝毫没有起色 我扑拉着我的手说 明明让你受委屈了 小海这个样子也好不了了 你还年轻 日子很长 如果有什么想法你就说 妈支持你 妈 你说的啥话 我就守着小海过 不管她什么样 我都不会走的 对于婆婆的话 我真的很感动 可我说的也是真心话 我爱小海 她是我女儿的爸爸 我一定会对她不离不弃 接下来的日子 小海的哥哥不再出去干活 反倒跑我屋里来 帮着伺候小海 甚至把我来不及洗的衣服拿去洗 弄得我很不自在 小海说自家兄弟应该的 有大哥帮忙更好 他不希望我太辛苦 可我总觉得怪怪的 以前大哥都闭着我走 见面只是老实地低着头 现在却总在眼前晃悠 我扫地他就去拖地 我洗衣服他就帮着亮晒 公公婆婆去干灵活 他在家给我红女儿 我跟婆婆说耽误大哥挣钱 挺不好意思的 小海我自己能照料好 婆婆不以为然地说 你大哥最近也没什么好活干 让他帮你分担一些 过段时间再去找活 我不好再说什么 直到一个雨天 去小麦不买东西 无意间正好听到几个人聊天 因为光线以及雨伞的遮挡 他们没有看出来是我 正无所顾忌地说着 这下小海他妈满意了 但儿子不用花钱娶媳妇 二儿媳妇也不会跑了 一举两得 就是 小海他妈这两天还跟我叨叨 如果他们俩成了 小海也有人照顾了 孙女儿也不会委屈了 哎呀 说不准早就成好事了 那天 我还见俩人一块洗衣服呢 嘿嘿 愤怒使我浑身颤抖 心里透凉 转身就跑回家去质问婆婆 明明 妈也是为了你好 为了这个家好 妈怕你熬不住 万一走了 小海咋办 还有我这可怜的孙女咋办 活泼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抽叶着 为我好还是为你自己 我宁愿守一辈子活寡 也不会同意 是不是 你们都商量好了 说完 我去屋里去找了小海 小海一脸的沮丧 搭拉着脑袋 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妈当初和我说的时候 我也很难过接受不了 可我是废人了 不能拖累你 也不想你离开 才同意妈和大哥的 你们电视剧看多了 竟想好事 让你大哥赶紧走 我坚决反对 一丝余地也没有 可婆家一家人 既然已经撕破脸皮 也就没什么顾忌了 往后的日子越发过分 活泼坚持大哥在家里照顾小海 死活把大哥往我跟前推 我一气之下 索性出去找了工作 避免和大哥接触 对小海的身体康复 我一直抱有希望 那天 我特意去给他定制拐杖 不曾想 当我和制作师傅说话的时候 活泼冲进来对我破口大骂 好啊你 怪不得看不上你大哥 原来是有相好的了 真不要脸 妈 我这是为小海做副拐杖 你瞎说啥 我没瞎说 我儿子坐轮椅 用得着拐杖吗 你这打得什么马虎眼 是 小海现在是坐轮椅 我定做拐杖 也不过是想让他起来锻炼锻炼 我和孩子还指着他好起来呢 你别瞎嚷嚷 人家师傅和我就不认识 我不依旧不依不饶 坐在地上撒泼大哭大闹 什么孩子可怜命苦怎么地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旁边一大妈也跟着说我 对象瘫痪不能动 不在家伺候对象 整天跑出来干啥 不愿人家婆婆多想 我百口莫辩 气愤地跑回家 我以为小海会为我说话 谁知他也说我 要拐杖干啥 反正腿就这样了 还锻炼啥 瞎操心 是不是嫌弃他 欲哭无泪 我大吼一声 如果我嫌弃你 我早就走了 我还要在这受气吗 争吵声引来屋外的女儿 她仰着小脸 抱着我的腿说 妈妈 不要 不要 我不要你走 看着女儿 稚嫩的小脸 我心软了 我抹干眼泪 回家继续照顾小海 同时 坚决地让大哥出去干活 但每逢星期 他都回家来 不管我怎么给他白脸色 他照样去屋里帮忙 活泼就像什么事 都没发生一样 对我又是一脸的热情 让我总觉得不踏实 果不其然 没多久 活泼就打着浓活 忙不过来的幌子 把大哥叫回家常住 这次 大哥有意 无意老是盯着我看 瞧得我心里直发毛 又不好说什么 直到有一天 我晚上起来上厕所 刚出厕所门 就撞到一人身上 我吓了一大跳 还没反应过来 紧接着 就被人捂住了嘴巴 往前拖 我又羞又怒反应过来 是小海的大哥 挣扎当中 我一脚踢翻了 一个洗脸的瓷盘 在深夜里 发出刺耳的声音 可笑的是 这么大的动静 公公婆婆和小海 竟然没有一个人出声 都装作没听见 我绝望了 心里也恨死了 我挣扎不过 一个生强力壮的男人 就在他把我 拖进房间门口的时候 我不计后果地 把头往门上撞 醒来时 我在医院了 我不在床前 抹着眼泪说 秘密啊 你还疼吗 你咋这么不小心 上个厕所还撞门上 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我把头扭过来 不看她的嘴脸 听她絮絮叨叨地说 怎么发现我了 我要打电话给妈妈 婆婆却偷走我的手机 不许我打 只说我要好好休息 我忍住头痛大寒起来 惊扰得护士医生 都跑了进来 我冲着医生大喊 医生救命 婆家人半夜 强奸我未遂 我挣扎中受的伤 我要给我亲妈打电话 婆婆赶忙冲上来 打我的嘴 一边大喊 说我是嫌弃 他们家儿子残疾 偷人自己受伤了 医生赶忙 叫护士拦住了婆婆 婆婆见不行 又偷偷去拉医生的袖子 就拉着医生去走廊 注目睽睽之下 医生不敢和她去 隔壁床的大叔问我 闺女 你知道你亲妈的电话吗 医生也对我说 你知道你亲人的电话 可以告诉护士帮着你的 话音未落 婆婆就撒起泼来 她一把撕住几个护士大喊 谁帮她打 她偷人 她就是个傻子 婆婆闹得太凶 而我又拼命地 喊着我妈的电话号码 说我是被婆家人 强奸受得伤 医生索性叫护士 打了110报警 警察来了问话时 起初婆婆还想撒泼胡闹 被一个中年警官 呵斥了一道 我问你问题 你老实回答 撒泼耍赖 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我几乎哭得气不成声 把前前后后的遭遇 说了一遍 引得几个警官都动容不已 不时看向一边想争辩 却被勒令不许说话的婆婆 这时 不知哪个好心的病友还是护士 给我妈打电话 我妈和姑姑都赶来了医院 等我妈和姑姑看过我 又听警察说的情况 要不是警察阻拦 我妈和姑姑 当场就会和婆婆打起来 我躺在病床上 打电话给小海 告诉他我要离婚 他竟然斩钉截铁地说休想 除非嫁给他哥 否则他是不会离婚的 我想起诉离婚 打电话给一位律师朋友 咨询后 说因为小海残疾 我单方面提出很难离婚 几天后我出院了 无耻的婆家 竟说我一直左锋不正派 半夜和人私会 他们一会儿说 是我自己摔伤的 一会儿说 被大哥抓奸自己撞伤的 我一直掏心掏肺 伺候对待的老公小海 竟然也附和着说 自从他瘫痪之后 我就外面有人 我气得浑身颤抖 却只能流泪 最终因为证据不足 警察来家中调查之后 也只是批评教育的 几句就要走 趁着警察还在 在姑姑和妈妈的帮助下 我抱着女儿离开了婆家 婆婆跳着脚 在后面撒破叫马 我妈一把推开 撕扯我的婆婆 指着她的鼻子说 婚我们离定了 你再敢碰我女儿一下 我要你全家好看 妈妈把我和女儿 接回了家 让我安心休息 说她有办法 让小海和我离婚 我抱着妈妈大哭 心里觉得 自己这么大了 还要为她操心 又觉得 面对这么无耻的一家人 妈妈怎么会有办法呢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昏昏沉沉地走到客厅 却听到妈妈 和谁在争吵些什么 一句小海 让我支起耳朵 仔细地听起来 你不要以为 事情过去就算了 这标我有证人 看在孩子的份上 我也不想让你们太难看 如果你敢不同意离婚 那就与死往活 明明爸的死 和明明头上受的伤 咱们一笔一笔算清楚 我妈干脆地结束通话 转身看到呆愣的我 妈 你在和小海打电话 怎么会扯到爸的身上 最终 妈妈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 原来 爸爸之所以触电 是因为小海的违规操作导致的 当时 周围好几个 一直跟着我爸包工程的人 都可以看见作证 那和那会儿 我刚刚查出怀孕 小海跪在妈妈面前 忏悔求情 发誓以后好好待我 妈妈百般无奈 犹豫再三 只好选择了沉默 希望我没有心理负担 能开开心心地好好过日子 如今事与愿违 与小海一家反目 妈妈才威胁小海对我放手 果然过了没几天 小海打来电话 他依旧无耻 说什么一日夫妻百日恩 看孩子的面上 他要成全我同意离婚 我连连冷笑 说不出话来 眼泪却不由自主流下来 我终于明白 这世上不是你付出真心 就能换来真心 有些人骨子里的自私和恶毒 永远无法更改 不过我相信老天自有公道 否则的话 小海怎么会在害死爸爸之后 就被车撞了呢 他们那么无耻的一家人 不会有好结果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